i know you 你好各位美食家我们又见面了 我是Sissy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动手做酸辣汤 大家可能对酸辣汤都非常喜欢 他喝了之后会胃口大增 酸酸辣辣的 可是说到这个辣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 酸辣汤里的辣到底是来源于哪一个食材呢 收看今天的节目让我慢慢的告诉你 在一个碗里我们放入我们的干香菇 倒入半杯水 浸泡两个小时 另外一个碗里我们放入干的木耳 倒入水 浸泡一到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过后我们把香菇拿出来 我们保留这个浸泡的水 我们把香菇给它切成条 木耳我们给它切成丝 好现在我们来切鸡肉丝 我今天使用的是鸡胸肉 我们来腌我们的鸡肉 放入盐 白胡椒 酱油 玉米粉浆 给它搅拌好 然后让它腌个十分钟左右 豆腐我们给它切成条 好 葱切葱花 葱切葱花 姜切成细丝 胡萝卜 胡萝卜也切成细丝 打三颗蛋 然后在里面放入少许的米醋 大概是半茶匙 米醋 米醋会防止我们的蛋不变老 搅拌好 在一个小碗里我们来做我们的第一个酱汁 放进来酱油 盐 糖 搅拌一下 在另外一个小碗里我们再做第二个酱汁 放入正姜香醋 白胡椒 老抽 还有芝麻油 还有芝麻油 你猜对了吗 这个酸辣汤的辣 其实是来源于白胡椒 我们现在就动手来做我们的汤 在一个大锅里呢 用大火我们倒入鸡汤 还有我们刚刚保留泡香菇的水 把第一个酱汁放进来 给它稍微的搅拌一下 把这个汤呢煮到沸腾 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鸡肉放进来 如果它们粘在一起呢 就用筷子给它们分开 再用大火给它煮两分钟的时间 好,现在我们放入我们的香菇 木耳 胡萝卜 胡萝卜 笋丝 姜丝 用大火呢再给它煮大概三分钟的时间 直到这些食材呢都变软 我们放入刚刚切好的豆腐 小火 小心翼翼的呢 给它稍微的搅拌一下 再继续用大火给它煮两分钟 好,现在我们可以放入我们的玉米粉浆 然后稍微的搅拌至到我们的汤变到粘稠 这个时候我们放入我们的第二个姜汁 我们最后放这个酱汁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我们不需要我们的醋 白胡椒还有芝麻油在烹饪的过程中给它蒸发掉 第二个呢就是颜色构图的问题 我们不希望这个白色的玉米粉浆把黑色的老抽给盖住 你可以想像油画就是这样子 如果颜色要更亮丽的话 是不是要把深的颜色画在浅的颜色上面呢 对,没错 好,我们现在呢也是慢慢的把我们刚刚打好的鸡蛋放进来 一开始先不要去动它 然后再用筷子搅拌一下 这个时候可以关火放入我们的葱花 我们的美味酸辣汤就做好了 大功告成 酸辣汤的辣其实是来源于白胡椒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品尝一下我们的酸辣汤 看上去呢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已经有食欲了 好,我们赶快来尝一下 我真的是很爱喝汤 然后这个汤让我喝了之后呢 觉得很开心很舒服 酸到味辣也到味 辣是来源于这个白胡椒 好喝,鸡肉和豆腐都很嫩滑 然后有脆口的蔬菜 那我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欢的话呢 也记得订阅按赞分享这个美味的酸辣汤 跟你的戚朋好友 那我们下周五见了 感谢收看,拜拜 拜拜 拜拜